男友创业刚有起色 他妈就说我和他八字不合 克他 要想入他家门 只能生两个儿子 再领证 我果断分手 第二天就看到他牵着青梅的手 逛母音店买婴儿用品 渣男还嘲讽我 他和你不一样 他爸是千万富翁 不然 我怎么可能拿下那个大订单 我冷笑转身 直接在渣男公司楼上 开了个新公司 把他的单全部抢了过来 做看他破产 一 毕业后 我进了男朋友周延的公司 给他当秘书 月薪三千 不到半年 周延公司就转亏为盈 还拿下了一个百万订单 三天后 周延他妈五十大寿 提前一天邀我上门做客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去他家里了 以前每次去都会领点小礼物 这次我想着他妈过生 就直接准备了十万块红包 结果一进门 我傻眼了 周延的七大姑八大姨 全来了 一双双眼睛 毫不顾忌的盯着我看 长得太漂亮了 不适合当老婆 屁股太小 肯定生不出儿子 看他眼睛跟狐狸似的 肯定不安分 一个个可真有教养 周延他妈更牛 直接拉着我说 小金啊 前两天我和周延他爸回老家 找黄大仙合了一下 你和周延的八字 结果是 你和周延八字不合 克他 这可把我急的哟 我家周延 这刚刚拿了个百万订单 你要是克他 那不是让他的努力打水漂吗 我察觉到氛围不对 眉毛一挑 笑问 所以他妈笑得和蔼可亲 黄大仙说了 想要化解这难题 很容易 只要你先给周延生两个儿子 再领证结婚 就OK 所以小金 你看你 要不今晚就不走了 我忍住拔刀的冲动 别说未婚先孕 在我这里 未婚先同房都不行 我看向周延 毕竟是他亲妈 由他拔刀 你好我好大家好 没想到周延走向我 笑呵呵拉着我的手 点头就硬了 妈 我和诚诚肯定听你的 生了儿子在谈结婚 我是手控 周延的手又细又长 我最喜欢他牵着我 可这一刻却犯了恶心 直接甩开了他 生了儿子在领证结婚 周延薄纯一鸣不高兴了 他妈和那一堆亲戚 直接泡轰我 你怎么说话的 有没有教养 有小辈这么对长辈说话的 太不懂事了 我们延延没和你分手 已经是你天大的造化了 让你先生两个儿子怎么了 多大点是 明天你未来头部大寿 连个礼物都不带 我看这种媳妇 不要也罢 这一堆人倒给气笑了 尤其是周延他妈 以前周延欠债创业的时候 我来他家 每次都拉着我的手唠家常 贴心倒不行 生怕我跑了 你怎么说 啊 周延比我大一介 是我学长 我本来想着 冲着我们三年的感情 只要他开口维护我 今天这事 我可以就这么算了 他妈以后别再做妖 我还是可以孝敬他妈 谁知道 他不愧是他妈生的 母子俩一个德行 那鼻孔都快敲到天上去了 硬气倒不行 京城 我家里人说的对 这件事关系着我的事业和未来 你八字刻我 如果想要嫁给我 就只能先给我生两个儿子 再谈结婚 不然这件事没得谈 哈 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周延竟然是这么个狗东西 我八字刻你 周延 你脑子没问题吧 我要是八字刻你 你公司能转亏为盈 能拿下这一百万的订单 周延眸光一闪 京城 你别拿这个来说事 我公司有起色是事实 可是和你没半点关系 就你那职位 我找谁不行 总之 你要是不答应我妈 先给我生两个儿子 那我们就只能分手了 我直接甩了周延一个耳光 分手就分手 我就当这些年 瞎眼爱错了人 我摔门而出 下楼的时候 都还听到周延亲戚 扯着嗓子在骂我 这又不知好歹的东西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小仙女呀 他也不想想 有这么穷酸的仙女 生不出儿子 我家炎炎凭什么娶她 呸 晦气 三 回去的路上 我想到周延刚才的反应 越想越不对劲 和周延在一起三年 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他那句 我公司有起色是事实 可是和你没半点关系 显然意犹所指 我立刻花钱找了个私家侦探 让他帮我盯着周延 第二天 侦探就给了我答案 早上八点半 周延从家里开车出发 前往洪湖别墅小区 十点离开的时候 副驾驶上明显多了个女人 十点半 到达当地最大商场 下车的时候 是周延给女人开的车门 然后拉住她的手 搂住了她的腰 女人穿了一条略显宽大的棉织长裙 衣服看着挺普通 不过脖子上的那条项链 却是X家的 之后 两人到金店买了个金桌子 应该是送给周延他妈的礼物 又一起逛了一家母婴店 买了一些母婴用品 这才离开 四家侦探说 两人走后 他去问了母婴店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南方自己说的 他媳妇怀孕两个月多了 好家伙 我气得脸都黑了 周延昨天还想白嫖我 结果已经在我头上 种了两个多月 甚至更久的 轻轻合上草了 更恶心的是 周延出轨的对象 我认识 林梅 她的小青梅 大学和她不同校 长得很普通 身材也一般 可是脸皮却极厚 我是和周延在一起 大概两个月后 知道的这个人 每天都给周延发信息告白 告白内容极其露骨 周延烦不胜烦 警告了几次后 他倒是收敛了一些 结果不到一周 加上我微信 总是说他和周延的过去恶心我 试图让我和周延分手 我把这件事交给周延处理 周延立刻拉黑了他 事情过去还没半个月 他就坐动车 不远千里来找周延 周延想着 他一个女孩子家不安全 还是去见了他 结果他在周延的水里 加了东西 差点把周延强上了 周延被这件事恶心的不行 直接宣布和他绝交 之后一直到毕业 我都再也没听到 有关于林梅的消息 没想到 人不动声色 翘了我的墙角 连孩子都怀上了 这是我当然不能认 你劈腿想分手 你明说 难道本大小节 还能缠着你个垃圾不成 可你凭什么恶心我 看着侦探 给我的两人最新路线 不出意外 是周延他妈祝寿的酒店 我立刻开车出门 打算去找这对狗男女 当面对峙 四 在停车场停好车后 我直接坐电梯 来到了周延他妈祝寿的大厅 大厅门口 他妈正在热情接待客人 很快 周延和林梅 也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 两人亲密的挽住手 从包里 把今天刚买的金镯子拿出来 直接递给了周延他妈 妈 这是梅梅给你的生日礼物 十新的 五十多克 两万多 周延他妈嘴都快笑烂了 梅梅 你可真是个好儿媳 我家周延能和你在一起 是他的福气 他又假模假样兄周延 你可不准欺负梅梅 知道不 周延笑着说好 引得周围的亲戚 跟着笑夸林梅如何如何好 这家子丑恶的嘴脸 简直让我生理性恶心 我努力维持着脸上微笑 走到了周延跟前 恭喜你啊周延 终于找到愿意给你生儿子 再领证的女人了 周延护独自一样 把林梅护在身后 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京城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对梅梅肯定是要明媚正确 先领证后生孩子的 赶天动地 我真想把果军王喝的那杯毒酒 灌周延嘴里 怎么周延 林梅的八字 你妈也提前给你算好了 周延白手 梅梅不用测八字 她理所当然的嘲讽我 梅梅和你不一样 她继父是千万富翁 家底厚 不需要测八字 人随便一句话 就能让我拿下那个百万订单 我没忍住笑了 眯眼睛看向林梅 哦 周延那订单 是你搞定的 林梅笑得很狂妄 当然 不是我 还能是你吗 呵 这一对渣男贱女 大概不知道 周延的公司 之所以能转亏为盈 她之所以能接到这个订单 都是我在暗地里帮她 周延他妈又说了 京城 周延已经把你甩了 你要是再对她纠缠不休 我可就报警了 我笑着从包里拿出了 那个十万块的大红包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里面的红票子抽了出来 哪能啊 阿姨 我今天来 是真心实意来给您喝瘦的 放进了包里 然后笑着对我伸出了手 呵呵成成啊 让你破费了 我就说嘛 你是个好孩子 跟妍妍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大寿 你怎么可能不送礼 我把手里的钱往前递了递 眼看要碰到她妈的手了 又往回一缩 同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一块钱硬币 搁在了她手心 阿姨 生成快乐 这个比较配你 话落 我扭头就走 大概是我给的礼物 太震惊了吧 身后一群人半天才回过审来 张口就骂 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炎炎 还好你和金城分手了 她算个什么东西啊 听说她还在你公司当秘书 立刻把她开了 她也配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我配不配 很快他们就知道了 忘了说 周延公司在的那栋商业大楼 我是楼主 还有一个月 她的租赁时间就到期了 只要我一句话 就得收拾东西立马滚蛋 五 不过 离开周延公司 该有的步骤还是得有 回去后 我就给周延写了封词之信 她没回我 我就当她默认了 谁知道第二天 我去公司收拾东西 刚踏进大门 就看到公司门口 贴着我的开除报告 因金城私生活混乱 个人作风等问题 领导部门讨论后 一致决定 开除金城 希望各部门各员工引以为戒 报告右下角 还盖了公司的公章 周延可真棒 不去眼南白莲 真的是可惜了 我撕了报告 踹开了周延办公室的门 周延不在 身后倒是为了一堆钱同事 一个个对着我指指点点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周总那么好的人 竟然还劈腿 必持不要脸 活该被开除 我冷着脸扭头看向他们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没有自己的判断 只会人云亦云的人 要么是蠢货 要么就是嫉妒 半数的人都闭了嘴 不过还是有几个出头鸟 呵呵 这就是谁劈腿谁有理吗 一个拜金女而已 你要不是看到 周总长得帅 还有前途 你会当他女朋友 怎么着啊 调到更好的金归序了 凭空诬告他人的嘴脸 果然很丑陋 都把我给看笑了 调金归序 不好意思 因为本人太好 所以比起调金归序 或许养奶狗更适合我 当然没人相信我说的话 不过没关系 现实会狠狠打他们的脸 六 东西收拾完毕 我也没兴趣 回我的单身公寓了 我对他隐瞒了 我爸是亿万富翁这件事 一直对他宣称家是普通 毕业后 放着红湖别墅 一千多平方米的 独栋别墅不住 自己买了个小公寓 装穷 现在和渣男都分手了 我当然选择回别墅 别墅那边 考虑到长期没人住 我请了个阿姨 让她每周上门打扫一次 再帮我浇浇花 算起来 今天就是打扫卫生的日子 我给阿姨打了个电话 让她帮我把主卧床单更换一下 阿姨的声音有点奇怪 特别小声 就像是在压着说话 生怕被人听到似的 好的金小姐 我知道了 金小姐 您今天要回来吗 嗯 在路上了 还有二十分钟 啊 阿姨似乎有点不高兴 好了我知道了 我立刻给您换床单 小区门口就有一家小超市 我下车买了点必用品 刚出来 又和周延林梅撞上了 林梅衣服普通 脖子上的项链换成了外加的 耳环则是B加的 两人手挽着手 亲密无见 看到我 周延脸色难看 林梅则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 金城 我说你有意思吗 我们都分手了 你至于跟踪我 跟踪到梅梅家门口 渣男是不是都是这么自信爆棚 我提出手里的东西 在周延眼前晃了晃 怎么 只准林梅在这里有房 不准我有 周延嗤之以鼻 金城 这个玩笑不好笑 你乖乖回去 否则我告你跟踪 我选择打开车门上车 当着周延的面 打开了小区门禁 车缓缓驶入的时候 我听到林梅诽谤我 周延 我听说 现在很多年轻小姑娘 喜欢傍大款 你说 你前女友 该不会是傍上大款了吧 后视镜里 周延的脸很黑 真恶心 平时还在我面前 装真结恋女 结果扭头就找了个老男人 还是妹妹你好 呵 我只希望我让周延 滚出我的楼石 她还能像今天这么嚣张 气 很快到家 刚到客厅 我就闻到一股山味 从厨房传了过来 而阿姨 则在兢兢业业擦着地板 看着阿姨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 阿姨浑身上下都不对劲 明明是来搞卫生的 她身上竟然穿着一条 桑残丝的连衣裙 脸上还化了淡妆 明明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就应该在工作了 但她额头上一滴汗都没有 就连发丝都一丝不苟 没有半点凌乱 总之 和刚来我家应聘时的感觉 差太多了 压根就不像个干伙人 要不是这别墅是我的 我或许会以为 她是家里的女主人 大概是看到我表情不对 阿姨主动笑着说 抱歉金小姐 今天我老公生日 所以我就稍微打扮了一下 我点头 勉强接受了她这个说法 又看向厨房 这味道怎么回事 哦 我老公喜欢喝羊肉汤 想着今天正好来金小姐 您这打扫卫生 就顺便给她熬好端回去 我服气了 阿姨 如果下次你要用我的厨房 请你提前和我说一声 阿姨点了点头 可表情却有点不高兴 我放下东西 去厨房拿了水杯 水杯竟然有点湿 显然刚洗过 我又摸了几个碗 连碗也是 作家政还洗碗的吗 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厨房门口 呵呵金小姐 我看到碗有点脏 所以刚刚就顺手拿出来洗了 行吧 我打开右上侧的柜子 想给自己泡杯茶 刚摸到茶罐 阿姨就急匆匆走过来拦住了我 那个金小姐 女孩子喝多了茶不好 谁说的 那种奇怪的感觉越发强烈 我强硬的把茶罐拿下来 然后打开 好家伙 茶罐都空了 一罐十几万的茶 就这么没了 阿姨立刻摆着脸交代 对不起金小姐 我很喜欢喝茶 所以每次来打扫卫生 都没忍住拿出来泡点 这茶多少钱 我明天就去给你买一罐 我想到阿姨来应聘的时候说 她老公五年前出车祸死了 有个独女就靠她做家正养 没忍心让她赔钱 可是继续让她在我家坐下去 是不可能了 赔偿就算了 明天起 你就别来我家了 打扫卫生这事 我重新找人 阿姨脸色又白了几分 不过毕竟是她理亏 还是什么都没说 就乖乖拿着东西走了 离开时 还端走了她那锅羊肉汤 可是等我回到主卧 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人善被人欺 爸 我的柜子里挂了很多新衣服 没穿过的定制款 倒是连标签都还在 可我所有带标签的蚕丝睡裙 都没了标签 其中有几条 还有明显穿过的痕迹 更甚至有一条白色睡裙上 还有一团没洗干净的红色印记 我气得也打开了另一边的柜子 翻出了我所有的新床单 好家伙 有一床淡子色床单上 也有红色印记 我气得瑟瑟发抖 一想到那个阿姨穿过我的睡裙 甚至可能还跟别的男人 在我的床上干了什么 我就想吐 事已至此 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 我想到当初让人在家里 男人在我的大床上翻云覆雨 缠绵了不知道多少次 不过女主人公不是阿姨 而是林梅 男主人公自然就是周延了 至于我那些定制款的衣服 林梅不是不想穿 只是那些衣服 都是贴合我的腰身设计 没有睡裙宽松 她试了几次 连拉链都拉不上 只能放弃了 更过分的是 就在我到家之前 林梅 阿姨 周延正齐了融融 坐在沙发上聊天 要不是我要回来 他们一家子 应该已经在我的餐桌开吃了 怪不得阿姨会莫名其妙洗碗 我又想到 林梅今天戴的耳环和项链 打开了我的手势盒 果然 少了不少手势 其中就包括那条 外加项链和必加耳环 我拿出手机打算报警 周延来消息了 点开一看 好家伙 竟然是一封结婚情帖 她和林梅 要在这个月月底结婚 看着情帖上两人的婚纱照 我果断放弃了 现在报警的念头 不如 等他们结婚 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如何 我回周延 行啊 到时候一定去 二十秒后 周延发来了语音消息 点开 声音是林梅的 明明是粗声粗气的声音 非要装绿茶 道歉京城 我老公让我帮她发情帖 我手滑不小心发给了你 你不会介意吧 原来是来装十三的 我也给她回了个语音 大放得体 放心 我不会介意 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会给予你们最真挚的祝福 你们的婚礼 我会来的 就 之后 林妹妹再回我 我也没空理她 报警这个步骤 是最后的大菜 他们给了我这么多惊喜 我不给他们准备点开胃小菜 那怎么行 整理了部分视频后 我首先找师傅帮我换了锁 然后离开别墅 重新换了一处房子 四十三厅的豪装房 那地方 等事情结束 我也只能卖了 再住 反正是住不下去了 接着 我给周延接下来的合作方 我父亲的一个学生 打了个电话 我走了 那个百万合同 他也不想接 最后 我找到了周延楼上公司的老板 这家公司 和周延公司业务几乎重叠 和周延不同的是 这一年 周延在走上坡路 可他们 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就连房租 都拖欠了快半年 接到我的电话 对方以为我是来催房租的 立刻表示抱歉 对不起金老板 拖欠了这么久房租 我真的很抱歉 您放心 最迟三天 我就把房租给您 我这公司 已经找到接手人了 我有点意外 之所以答应给他免房租 是因为对方勤奋踏实 也很吃苦 对这家公司 更有一种难得的执拗 我本来以为 想要劝他和我合作 会费一番功夫 不由的一笑 王大哥竟然舍得卖公司 不如考虑考虑 增加一个合作伙伴 我和王增约了 见面时间和地点 当他看到我时 不由的大吃一惊 金老板 他当然认识我 毕竟楼上楼下 我调侃道 看王大哥这个表情 想来已经知道 我的风评了吧 王增笑道 本来我就不信这些事 现在我更知道不可能了 我突然知道 金老板为什么会找上我了 能和金老板合作 我赚大了 不过只怕到时候 周延会连肠子都毁清 我也跟着笑 肠子毁清怎么够 我有比这更狠的 敢和别的女人 在我的床上恶心我 就得承受我生气的代价 十 我很快就和王增 签订了合作协议 我本来想做个幕后老板 但是王增说 我出了这么多钱和资源 非要给自己降职 让我当老总 我拗不过他 只能答应 不过首要条件是 公司经营方面 还是主要交给他 另外我的身份和名字 暂时对外保密 有了我的加入 新公司的业务 立刻多了起来 就连让周延 引以为傲的那个百万订单 也转手到了王增手里 王增每天都给我打小报告 说周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止一次来公司门口堵他 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 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手段 抢了他的订单 我可爽死了 眼看已经22号 立刻用我的另一部手机 给周延发去了短信 不好意思周老板 这个月底 我和您的租期就到了 我不打算续约 还请周老板 在月底之前搬走 周延立刻给我回了电话 我没接 他就给我发短信 试图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什么他创业不容易 这段时间刚有起色 就遇到了难题 什么他媳妇怀孕了 受不得刺激 什么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希望我继续租给他 只可惜 我已经被他恶心成了铁石心肠 他就算是跪在我面前 我眼皮子也不会眨一下 我回 这件事没商量 过几天 我会把押金退你 大概等了20分钟 周延才回我 行吧金老板 就按照您说的办 11 以我对周延的了解 他应该不是 这么轻易放弃的人 毕竟 我给他的租金价格 是市面价格的一半 他怎么舍得放弃 果不其然 第二天 我第一次到新公司上班 因为电梯故障 只能走楼梯 刚走到周延那楼 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妹妹 周叔叔怎么说 他很着急 要是周叔叔不出面帮我 这写字楼 我可就真的没法续约了呀 现在外面哪能找到 我现在的租金 好吧妹妹 你再试试 爱你 挂手机之前 周延对着手机亲了一下 很响亮 下一刻 他就扭头看到了我 连紧跟着板了起来 金城 怎么又是你 我笑着往上走 我来上班 很快就和他猜劲儿过 周延 你放心 我没毛病 还不至于对你纠缠不清 看着我一路往上走 周延反应过来了 你去王家应聘 我点头 算是 金城 你非要恶心我是不是 王家这些天 抢我不少单子 你知道吗 看着扎男气 我就开心 立刻笑颜如花 我知道啊 周延愣了一下 才冷哼 就算是王家 也不会要一个 我踩着高跟鞋继续往上走 周延大概是想看我笑话 也跟了上来 刚到新公司门口 遇到好几个人 其中有三位 是我在周延公司上班时的前同事 三人看到周延 相当尴尬 呵呵周总 您怎么来这了 周延额头清惊跳了一下 明显很生气 却非要装大肚 呵呵 你们不用这么紧张 跳槽而已 这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我来这里 是不希望王家被金城这个女人蒙骗 这种女人 去哪儿拿倒霉 三个前同事明显松了一口气 转瞬就站在周延同一阵营里 金城 你也是来王家应聘的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 谁不知道王总顾家 最看不上你这种私得败坏的人 就是 王夫人今天也来了 你赶紧滚吧 免得被赶出去 他们话刚落 王家公司门内 两道身影就急匆匆走了出来 一个是王增 还有一个就是王夫人 看到他们 前同事们脸上都戴上礼貌的微笑 周延则有些尴尬 不过这两口子 压根没空理会他们 直接走向了我 太谢谢你了 王增则无奈摇头 抱歉金小姐 我夫人知道您今天要来公司 说什么都要来见您一面 王增这才看到了周延 他笑着走过去 周总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王家公司 现在真正的老板 金小姐 所有人都傻了 周延更是不可置信张大的嘴巴 老板 是啊 王增笑道 多亏了金小姐 不然我早就经营不下去了 金小姐是王家的救命人人啊 我阻止了王增继续往下说 我也是有利可图才会帮你 进去吧 面试者们都等不及了吧 随着王家业务的扩大 自然需要扩招 初步筛选我交给了王增 今天我来 是想亲自进行最后的面试 王增点点头 和他夫人一起往前走 没走几步转身 看向我的前同事们 你们也是来面试的吧 还不进去 三人面色惨白 不聊 呵呵 是啊 不聊 而我 嘴角的弧度就没落下来过 因为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 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十二 不出意料之外 下午下班 我在停车场被周延拦住了 两天前我刚换了一辆麦巴赫 看着我的新车 他目光复杂到了极点 诚诚 你什么时候换的新车 我看着周延笑 你哪来这么大脸 劈腿了 还敢叫我诚诚 你是想恶心死我是吧 周延嘎笑了一声 呵呵诚诚 你怎么成为王家老板的 我回 有钱就行呗 那你 能不能让点订单给我 周延苦笑 这段时间 我损失了不少订单 都去了王家 诚诚 你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 让点订单给我吧 不然我这公司 真的维持不下去了 我们以前的情分 周延 你劈腿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我们的情分 周延没答话 我又笑道 林妹他继父不是千万富翁 之前不是还帮你搞定了 那个百万订单吗 你让他继父帮忙不就好了 唉 他继父最近有点忙 我心知肚明 他们不是忙 是快装不下去了 有句话说得好 你选择说了一个谎 就要用一百个谎来掩盖 但我总得给渣男希望啊 不然他怎么能摔得更惨呢 忙不是什么大事 就凭林妹对你的爱 他一定可以为了你 你的选择没有错 大概是我戏太好了 周延的表情似乎有点小感动 我趁着这个机会绕开他 打开了车门 离开的时候 我看着后视镜里 周延目光一直跟随着我 13 我才感动了渣男 第二天 渣男渣女就送我一个重磅炸弹 我开车进入洪湖别墅的照片 被贴在了王家公司门口 还有一行字 大概就是说 我被洪湖别墅的老男人包养了 是老男人给我钱买的王家公司 还给我买的麦巴赫 照片里我开的车 还是以前那辆 穿的衣服 是我回洪湖别墅那天的衣服 当天我在门口碰到了周延和林梅 照片是谁拍的 不言而喻 果不其然 我去掉监控 拍到了林梅贴照片的画面 我拍了一个小视频 转发给了周延 我要求林梅立刻向我道歉 否则我会马上报警 结果周延怎么说 他说随便我 还说林梅没做错 像我这种私得败坏的女人 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 还说什么林梅现在是孕妇 报警也没用 警察来了顶多批评教育 也不会把他抓起来 很好 不要脸应该也会传染吧 周延和林梅可是越来越像了 我用另外一个手机 给周延发了消息 我马上来你公司 把你的押金退给你 人见了不起呀 我可以用魔法打败你 十四 周延回了我一个十点钟 我现在还没到公司 于是我按照他给的时间 十点准时来到了楼下 到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他和林梅正在亲热 两人帘子都没了 全然无视影响 他抱着林梅坐在办公桌上 一手扶着他的腰 一手抱着他的后脑勺 亲得很忘我 我看了一眼外面的前同事们 各个眼神都很精彩 仿佛亲眼看到白菜被猪拱了一样 毕竟周延在他们心目中 可是帅哥一枚 我静静观赏了一会儿 这才打断两人 亲差不多得了 大庭广众之下 而且林梅都怀孕三个月了吧 还是得注意一点的 听到我说林梅怀孕 前同事们表情更精彩了 哈哈 谁是劈腿那个 一目了然 周延和林梅终于停止了亲热 京城 你不说话会死啊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两人同时开口 我走进去坐下 从包里拿出一搭钱 我来退周延押金啊 周延皱眉 什么押金 我指了指脚下 他脸色一变 这写字楼 也是你找的那个老男人的 我笑 周延诽谤可是犯法的 你别张口闭口 就是什么老男人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老娘需要去找老男人吗 我拿出我早就准备好的一别房产证 好好看看 这栋楼是谁的 周延拿起一本房产证 翻开 愣了一下 放下 拿起第二本房产证 又愣了一下 放下 拿出第三本房产证后 他加快了速度 等他放下最后一本 他整个人看上去都有点虚脱 一旁的林眉不顾形象 大喊大叫 周延 你别相信这个女人 这是假证 假证 周延终于回了那么一点智商 闭嘴 你真以为王增是蠢货 会把公司卖给一个傍老男人的情妇 周延看向我 眼里起了一些血丝 对不起澄澄 是我误会你了 我笑着把房产证放进了包里 这句话我等很久 只可惜周延 晚了 周延脸色又白了一份 离开的时候 我听到林眉安慰他 不就是一栋楼吗 周延 你忘了我继父答应我们的 等我们婚礼办了 就送我们一栋楼当礼物 周延的脸上 这才多了一点笑容 只可惜 让他期待的婚礼 注定是一场噩梦 十五 第三天 周延公司就搬走了 或者也可以说彻底解散 我还有几个老同事的微信好友 看到他们发朋友圈抱怨 说周延连工资都没发权 就吃了个散伙饭 还说什么 周延肯定是上头了 才会被仇女人蛊惑 我笑着删掉了老同事们微信 等着给周延最后一份大礼 终于 周延和林眉大婚的日子到了 我姗姗来迟 给了五块钱红包 周延他妈看到我 脸色一变 看样子又想骂我了 不过却被周延拦住了 妈 算了 今天是我和妹妹大喜的日子 闹大了不好 我少人打扰 找着角落坐了下来 这场婚礼办得可是相当奢华 听同桌的人说 婚礼花了一百多万 周延父母手头现金不够 还找亲戚借了不少 虽然婚礼花钱花得多 可是值啊 你们知道周延他媳妇身价多少吗 听说 八位数往上 他爸房子都在红湖别墅 周延他爸妈现在可以好好享福了 娶了这么个媳妇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听着众人羡慕不已的声音 只想笑 骗来的福气终究是幻梦一场 轻轻一戳就碎了 婚礼很快开始 周延和林梅在所有人 除了我祝福的目光中走向了舞台 司仪说了一堆话后 问他俩愿不愿意娶嫁给对方 两人都深情款款 林梅更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最后两人深情相拥 稳在了一起 两人一边稳着 背后的大屏幕上 他们的结婚照开始播放 大概播放了五张后 画面突然一变 一段不可描述的视频出现了 还伴随着不可描述的声音 现场陡然安静了下来 周延他妈更是发出一声 不可置信的尖叫 周延和林梅这才察觉到了不对劲 同时放开对方往后看去 啊 这是什么 林梅也大叫了起来 关了 赶紧关了 这是谁干的 林梅在人群里准确捕捉到了我 是你对不对 京城 你这个贱人一定是你 他疯了一样朝着我扑来 他妈把他拉着 同时仲媒看向了我 接着就是脸色大变 怎么是你 我笑容优雅 和他们的失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林梅他妈反应过来了 连唇都白了 林梅 周延的前女友 难道就是她 林梅红着眼骂我 对 就是这贱女人 她嫉妒我可以嫁给周延 可以怀周延的儿子 所以来害我 她 她的一声 他妈一个耳光 狠狠落在了她脸上 林梅 你给我闭嘴 林梅还想冲过来打我 他妈又看向不远处 一个瘸腿的男人大喊 周志广 还不赶紧过来拉住林梅 瘸腿男人把林梅拉住后 林梅他妈走过来求我 金小姐 求求您 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 求求您给她一点脸面 我看着面前的中年女人 觉得她可悲极了 曾经她在我面前 装可怜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殊不知 她所有的可怜 都是自找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 没有她的许可 林梅能入我的房间 是她亲手培养了一个小偷 这些话不要对我说 我想 你去警察局 对警察说会比较有用 十分钟前 我就已经报了案 算一算时间 警察应该快到了 我话刚落下 大厅外 就走进来几个警察 请问是谁报的警 我笑着举手 是我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告诉了警察 附带我准备好的所有资料 证据确凿 林梅当场就摊坐到了地上 哭得妆都花了 周延一家人全都傻眼了 有几个人 更是对着林梅 骂骂咧咧 说她不要脸 而我 因为是报案人 还需要去警察局做笔录 所以还需要跟着走一趟 离开现场的时候 周延他妈哭着 拉住了我的手 诚诚啊 是我不对 是我猪油萌了心 是我逼周延和你分手的 都怪那个贱女人 要不是那个贱女人骗我 我怎么会想出那个法子 逼你和周延分手 诚诚 求求你原谅周延好不好 我扒开了周延他妈的手 看向一旁 同样被戴上手铐的周延 我知道 周延不知道事实 不足以定罪坐牢 可是这已经够了 他就算没有进监狱 这件事 也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桎梏 他永远都出不来了 活该 阿姨 我是不够漂亮 还是不够有钱 周延他妈愣了一下 有 都有 我笑得更灿烂了 既然我又漂亮又有钱 那我不小心找到垃圾就算了 难道还要负责回收 独自美丽不好吗